日本利甲做足球亂賽 和夫大埔主場以4比3反勝飛馬 老闆悉心的大埔開了兩分鐘 就被飛馬的前鋒高凡攻破大門 而這位20歲的外援 更在12分鐘之後再為球隊拼大領先 他扭過門將射入今場的第二球 落後兩球的大埔在24分鐘 就由李振業匯經一球追成1比2 之後主隊更拼到12碼機會 由越界操都追成2比2平手 今場雙方攻勢不絕 飛馬的中村遊人利門20多碼放過冷戰 為球隊再度超前 但可惜今場他們一分都拿不到 遠半場前安基斯在左路突破 他石坦處建功為大埔追成3比3 現在上半場保時階段 李振業罰球直射入網 今場7個入球全部在上半場產生 最終大埔以4比3反勝飛馬原場